卯素星一会,生活的试炼正在将你们推向正确的方向 路正清晰地在你们面前展开随着今年的进程,以及投射到你们星球上的纯净能量的不断增多 你们中的很多人正在开始意识到旧的进程不可能再维持下去 这高密度的,正在退去的旧能量曾经掌控着你们的世界如此长时间 现在,这旧的能量将会改变,新的能量将会以光和爱为基础 旧能量的分解过程已经开始了很长时间了 亲爱的灵魂们,当你们继续感受正在你们世界上退去的旧能量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你们感受到的不再是黑暗,而是光 因为你们二元的世界正在停止运作 没有你们的努力,这些能量的到达,并在地表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为地球以及它的提升付出了如此多 你们中的很多人降生到这颗星球上就是为了你们现在正在做的 所以我们请问你们,亲爱的灵魂们 这场游戏已经进入到如此阶段 回到你们所熟悉的原点 回到你们曾经熟悉的旧的的层次的能量中 以继续经历这些遭遇和痛苦为代价换取曾经的熟悉感 这样做有意义魔 我们可以感受到你们中的很多人会按照你们生命的道路做出选择 我们能够感到你们很多人所体验的低纬度能量正在将它们推往正确的方向 亲爱的灵魂们 如果你们真正知道你们生命的方向是什么 你们会清晰的知道你们的生命之路并不取决于我们在你们生命道路中展开的事件是由你们的高我 以及比你们现在生活的第三密度稍高一部分的自己决定的 他们在等待你们在更高的领域空间出现 这样他们可以引导你们并且帮助你们学习他们的知识 再一次我们看到你们中的很多人正在面对二元世界最后的挑战 你们希望追随哪个时间轴 这选项在你们面前越来越清晰 现在询问你们内心的时刻到了 亲爱的灵魂们 你们准备好踏入提升的时间轴了魔 你们是否准备好将所有能量投入待你们的提升 以及地球的提升中去 Wesley一直在接收关于不久以后的未来的资讯 绝大部分资讯来自我们关于地球不久后的未来 所有资讯指向同一个方向 那就是未来的地球会有很大不同 为此很多精神方面的准备是必须的 我们也希望你们中的很多人可以确实看到这点 亲爱的灵魂们 我们请你们想想一下 如果你们现在的地球上的人们放弃对物质的极度渴望会是什么样子 事实上直到现在很多人还在日常生活中维持着这种渴望 想想一下如果没有电视 没有电脑你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电视和电脑并不都是负面的 实际上网络是我们和你们的主要交流工具 没有网络亲爱的朋友们 人类还会在深度的睡眠中你们被告知 你们世界上的很多高精技术归功于很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想象和努力 这种努力促成了你们的技术和工业革命 而事实上如果你们的黑暗政府没有捕获那艘外星飞船的话 你们现在所使用的很多技术不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 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听过技术复原的理论 就是照猫画虎复原已经被捕获的外星飞船内的技术 那实际上是非常真实的 你们的黑暗政府找到了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坠毁的星际飞船的残骸 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很多高端技术 在我们的很多飞船上仍然非常普及 然后他们策划了操纵并欺骗整个人类的计划 通过几代时间 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新科技奴役整个人类 他们的计划是将这些技术标榜为人类科学家的发明 并慢慢的将这些新技术融入你们的社会 而实际上他们一直在研究被捕获的飞船 研究这飞船中的技术 以及如何复制并建造这些设备 开始的时候 他们慢慢引入在我们飞船中发现的一些初级技术 比如你们地球上所说的尼龙搭扣和拉链 随着时间的过去 他们很多别的奴役并统治世界的计划破产了 他们也越来越依赖于通过技术限制你们的思维 并奴役你们的阴谋 因此 他们加快了将某些技术引入到你们社会的进程 直到新千年的开始前 他们并没有计划将电脑和光碟的技术 大规模引入你们的世界 然而当他们看到其他奴役你们的计划都失败了 人类的精神觉醒正在迅速发生的时候 这个时间大约在1960年 他们加速了通过技术奴役人类的计划 大约上世纪60年代 他们的计划获得一定进展 然后他们计划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此项计划 你们中很多人注意到美国在你们的80年代初期有一个复古趋势 医药法律变得非常严格 共和党的领导再次变成主流 物品的价值分配方式变得和50年代非常相似 实际上黑暗势力希望将在80年代到来之际将整个社会恢复到50年代的状态 一种大众处于无知意识形态的社会状态 他们确信他们可以通过发明很多可以刺激意识的新发明完成他们的阴谋 这些发明对你们当时的世界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 以至于在这些技术推广的过程中没有人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 以及这些技术的推广过程中孕育着什么样的轨迹 目前你们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的是 黑暗政府在复原我们的技术的过程中做了些手脚 这些改造的目的是尽可能将使用者压抑在黑暗状态的边缘 你们的黑暗势力创造了很多技术 以便将人类的脑电波和核基因锁定在某个固定频率 而你们目前大部分人仍在使用这些技术 为了明白这个过程是怎么运作的 你们需要理解所有创造过程的本质 那就是任何生物无论大小 总是处在一种相互持续交流的过程中 就在你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刻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灵魂综合体以及能量特征 也就是你们自己正处在一种持续稳定的能量交换 过程能量交换的物件 是在你们所处的以特征为基础的真实中的分子和原子 黑暗势力复原我们技术的过程中意识到这点 我们的技术所提供的能量是非常正向的 这些能量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提升 人们的意识和精神综合体 并有助于打开DNA蓝图中的被锁住的资讯 他们意识到这点 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于是他们设法改变这些技术 并利用这些技术 暗势力希望让他们的改造品释放出对人的身体 极具破坏力的电波 这些电波能量不足以致命 但可以对人们的大脑 身体和灵魂综合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可能是个很难接受的事实 你们每天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技术 实际上在释放破坏性的能量 这么做的目的是将你们的意识从某种脑电波区间转移 事实上被转移的就是你们中的很多人和我们交流 所使用的频率区间 这样人类会一直相信心灵感应 以及通过人们的意识产生创造性能量 这种传言是天方夜谭 亲爱的灵魂们 他们希望将你们尽可能保持在原始的 未开化的状态 他们知道 80年代开始的如此多新技术的出现 会将很多人的注意力转移 这样以技术为基础的生活状态 会成为这些人的主流 他们知道 通过这些新器械转移你们注意力的过程 以及这些器械所释放出的 对人的脑电波产生破坏性影响的能量信号 他们可以将人类的精神和意识保持在非常原始的状态 与此同时 他们可以创造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 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享用这些器械 当然 他们自己所享用的器械不会带有破坏性的能量电波 我们可以感觉到 你们中很多人感觉这次的交流过于耸人听闻了 而事实上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释放正面的能量 以抵消你们黑暗势力所释放的以控制为目的的能量 当然 人们不会只因为用过电脑或者看过电视节目就丧失了冥想和心灵交流的能力 我们只是希望你们意识到这些危险 以及黑暗势力所使用的阻碍你们发展的方法 我们看到你们中如此多人每天都面对着大量低频震动 我们也可以看到你们希望可以通过少看些电视等方法减少这些负面能量 对你们的伤害这并非对或者错的原则性问题 亲爱的朋友们但是保持你们纯净的能量 并将你们的注意力从低频高密度的能量区域中转移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些低频能量会严重阻碍你们正在不断进行的提升的努力 亲爱的灵魂 请呼唤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净化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由于使用这些技术以及人际交流过程中 不可避免容得入你们能量场的负面能量 你们世界的黑暗势力 希望你们所有人可以持续不断的处在他们期望的状态中 例如不间断的打电话 看电视 用电脑 他们会严密监控资讯管道 只有他们希望你们知道的资讯才会被释放出来 因为这样 你们会认为这些过滤过的资讯是真的 很显然他们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破产了 因为你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按照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做 很多人利用他们提供的技术促进自己的精神成长 你们可以如此聪明的避免这些技术对你们的负面影响 避免黑暗势力对你们的控制 看到这点我们非常感动 你们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而不是被这些技术所奴役 你们会惊参在充斥着有如此多的副作用技术的环境中 你们怎么挺过来的 谢谢你们 卯素新高级议会 通灵者 Wesanak 翻译 Cappuccino 资讯资讯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